大家好 今天呢 我跟韋翔老師呢 要來跟各位介紹一個好玩的壓布腳 那這個壓布腳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個 各位可能有些人有看過 有些人沒看過 沒有關係 我這一次請韋翔老師來一次告訴各位 要用到這個壓布腳 等一下名稱會由韋翔老師這邊說明 用這個壓布腳要用在哪裡怎麼用 那為什麼它很好玩 那接下來呢 我就把這個時間交給韋翔老師這邊 來跟各位介紹我們這一個壓布腳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就是這一款這個 裝飾帶壓布腳 這是它的全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我那個桌面上放的這個 好 所謂裝飾帶壓腳就是說 像一般我們平常的衣服啊 像看 大家看一下比如說你的襯衫 好那一般它的上面可能就是 比較沒有一些裝飾的圖案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車一些圖案的時候 你還可以配合我們的這個 裝飾帶壓腳 那大家看我這一塊布上面就是說 像這上面有一些像這個 我們的棉繩 然後有織袋 斷袋 水冰袋 還有一些袋子 其實都還有包含像這邊的蕾絲的袋子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裝飾帶壓腳 然後配合那個 我們選的花樣 然後去把它車縫上去 那它在使用上它會有一些方式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看到 車針部分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兩款 主要我們今天會用到的應該就是 會有11號的那個標準車針 還有14號的標準車針 OK 那線材的部分啊 我自己在用的話 我有用大概這幾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這是NCC的那個亮麗多彩繡線 好這個是比較適合說你 今天希望你今天車縫起來的花樣 要比較有光澤感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NCC的這個繡線 那另外你也可以用這一種 就是斷纜的這種光澤線 那也是NCC的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比較 沒有光澤度的話 那可以建議大家可以用這個 一般的這種車線 或是我們的那個鄉村繡線 那它車起來的那個質感 就是稍微會比較沒有那麼亮 好 那等一下我就會示範一下說 他怎麼去做車縫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一般最常見的就是 大家可以把你家裡的一些衣服 比如說襯衫啊 盡量建議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我這邊是用襯衫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般襯衫 我們的這個領子的這個地方 一般都是樹面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用一個白色的 那個裝飾袋 然後結合我們的花樣 然後這樣直接車縫一圈 好還有包含這個 這個袖口 這個烤膚的這個地方也是 那這邊我就是車兩條 對那包含這個就是我是 在扣眼這邊把它做一個錯開 然後車縫兩條之後 再把扣子車縫上去 對那其實那個裝飾起來的 效果就是會比較有立體感 好 關於裝飾袋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準備了六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這種就是一般的這種斷袋 好然後它是寬的 好 對這一個的浮寬大概是7mm 好 然後這個是窄的那個斷袋 大概在3mm左右 好然後大家看一下 這是水冰袋 那水冰袋它的範圍就是 你要從它最左邊的這個地方 到最右邊這個地方 OK 那像這種黏繩的話 它也可以用 好 雖然說它是比較粗的 可是基本上 在車縫的時候 它是一樣可以用我們的 裝飾袋 壓腳去做車縫 好 那包含像這一個 蕾絲的這個 蕾絲條也可以 好 然後還有就是比較 厚一點的那個 織袋 OK 那等一下我會先示範 也用一下我們的這個 窄的這個 斷袋去進行車縫 OK 那車縫的時候 因為 像 以這個斷袋來講 它的那個 材質它是比較薄的 所以 以斷袋車縫的時候 我們就建議說 不要用太粗的針 不然在車的時候 它會導致你的那個 斷袋會變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是 會先更換那個 NCC的11號的標準車針 OK 線材部分啊 因為我們現在 今天要車縫的這兩個 一個是綠色的這個斷袋 那我等一下會用 我們NCC的這個 咖啡色的繡線去壓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 那 那個鄉村繡線的部分 就是車這個寬的 好 那這個在車縫之前 我們等一下要車的 這個是窄的這一個 斷袋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這兩個差別 右邊的這就是窄的 那左邊是寬的 好 那我們這個壓腳的 這個前方它會有一個 這個螺絲 可以先把它放鬆 好 那放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 它前面的這個卡扣 它可以往前往後 那差別在哪 就是 你在車縫的時候 一定要確認說 比如說我今天是車寬的 你的前面的這個卡槽 就是要寬的 好 那如果你今天要車窄的時候 你就要把這個卡槽 往後推 讓它的那個空間變小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 假設你今天 車窄的 那你沒有把它往前推的話 它的這邊太寬了 這會導致一個狀況 就是它在車縫的時候 這個斷袋它會左右移動 那你車起來的那個斷袋 它就不會在正中間 它會歪七扭八的 OK 所以像我現在要車的 這個是窄的 所以我就是先把螺絲放鬆之後 把它推到最前面 好 那這樣你就會發現 它裝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剛好卡在這個 卡榫的中間 然後斷袋不會移動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螺絲縮緊 OK 那安裝方式一樣很簡單 我們用我們的FS60 一樣後面的黑色按鍵按一下 然後壓角可以拿起來 然後我們就把 先 可以先把這個 斷袋先裝進去 好 就是從前面的這個三角形 然後把 斷袋塞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進行那個 鏽線的安裝 好 那因為現在的這個 斷袋它的寬度大概在三米 所以花樣的選擇 我們以這台FS60舉例 基本上花樣類型的 突然它都可以選 像包含從我們的花樣11 到花樣28 這個區間的 還有包含像那個 40號 然後到大概59號 這邊其實都可以選擇 當然有一些圖案 就建議大家先進行車縫 因為它的花樣可能 如果比較複雜的話 有時候可能會導致你的 那個袋子會變形 那我們這邊示範 我們先用一個 花樣18 OK 那花樣18 按好之後啊 你會發現它的寬幅設定是5米 那因為剛我們有說 這一個的寬度大概在3米左右 所以我們就是先把你的寬幅調到3米 第一針呢 因為你現在這個斷帶 它會變成是可以移動的狀況下 所以我們可以先用手輪轉一下 先把你的斷帶先固定 好 那固定之後 如果你要確認說這個寬幅 是不是你要的 你可以就是接著轉 好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這一個第二針它下去的最左邊位置 跟之後它最右邊的位置 它有沒有在我們的這個 斷帶的左右兩邊 那如果基本上有的話 就可以開始車縫 好那 我剛剛這樣稍微看一下 它的左邊位置就是在旁邊這裡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車 OK 那 車這個東西 因為它畢竟它這個斷帶比較軟 所以我會建議 速度我們用大概中速左右去車就可以了 車縫的過程中 就是讓你的壓角對齊你的旁邊的線 那以我這一個這塊布來講 我就是對其它的步別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布上面畫記號線去進行車縫 那如果像在車縫的過程中 如果你已經覺得可以適應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速度調高 那車縫完我們也可以灰針 然後把那個線把它修掉 OK 那這就是車縫完的狀況 都會滿整齊的 這就是車起來的狀況 那大家可以依你的需求 如果你今天想要低調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跟你的斷帶顏色一樣的修線 那如果你想要凸顯那個花樣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那個不同顏色的修線去進行搭配 那等一下我會先示範車縫一個棉繩 那這個在車縫的時候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車在這條的旁邊嘛 那如果直接這樣車縫的話 你可能會不好對齊 所以我們可以先在上面畫個記號 那我大概在這個布邊距離大概3公分的地方 先畫一條記號先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 讓壓腳對在這個邊緣這樣進行車縫 那一般像我們在車窗世代的話 通常都是用這種比較薄的 然後比較扁的材質 所以這邊我就特別用一個 這種稍微有一點厚度的這種 棉繩來進行車縫 那因為這個棉繩相對於 剛剛車的那個斷帶來講它比較厚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會換上 14號的車針 那基本上車針的話它的範圍 你可以從9號到16號都可以使用 那只是我在車房的時候 我是發覺大概 最常用的大概就是11跟14 那會建議大家用這兩種 那除非比較特殊厚一點的材質 你就可以用到16 那如果非常薄的 你可以用到可能9號這樣子 那不然基本上 就可以用11跟14 那剛剛我們在車那個斷帶的時候 有把這一個空間調小 那現在我們要看一下 因為像以這個棉繩來講 它的大小比較大 所以你如果調那麼小 可能它會塞不進去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 螺絲一樣先放鬆 然後你可以把它調到大概中間的位置 它的這個就是可以前後做調節的 我們可以先把棉繩塞進去做測試一下 那怎麼看就是你基本上你要讓它 這個棉繩裝進去之後 它不會左右移動 舉例來講 像我現在如果把它推到最前面 好 那它因為裡面太寬的話 空間大 它會動來動去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再把它 往前推一點 讓它會卡住 那如果可以的話就可以把它轉緊了 那我這邊就用那個 鄉村繡線進行示範 那花樣的選擇 我們等一下會先使用我們的01中針位直線 好 跟我們的那個 22號的這一個巨石型的這個花樣 好 那在車縫之前要先記得 因為這一個 這個 袋子它比較厚 所以一般的張力 我會建議可以先調到山進行車縫 對 因為像我們這個用的布料 如果比較厚的話 車子是還好 可是有的布料 這個棉繩它比較粗的話 你的那個布可能會有點皺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把線張力做放鬆的動作 好 那我們就對齊剛剛畫好的那個藍色記號線 然後把它 壓角邊緣對齊 好 那如果都設定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踩 好 那現在 前面我們用直線 那後面這邊我們就用一個 鋸齒型的那個花樣 好 那這邊就選到 22號 那它的寬幅原始設定是5mm 那我會建議就是我們可能可以調到 大概 2.5到3mm左右 就好了 因為它的這一個寬幅大概就是大概3mm左右 好 那之後你可以先把前端的 黏身剪掉 好 再把它抽出來 好 好 那這邊讓大家看一下那個車起來的效果 好 那這就是車縫起來的 狀況 大家看一下最左邊就是直線 那右邊的部分就是 那個S型的 好 那這就是車丸的一個效果 OK 好 那最後我們再示範一個這個寬的這個 斷帶 好 那這邊我們就用剛剛沒有用過的那個 斷纜光澤線 好 好 那因為這個 剛剛我們是使用那個14號車針 那這個的話 我們就要換回來 再換成11號的 那個標準車針 OK 那因為這一個 斷帶它的寬幅是7mm 那 我們剛剛有講就是 當你要測寬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 螺絲要放鬆 然後前方的導板要推到最前面 好 然後再把它鎖緊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斷帶塞入 這時候你可以再檢視一下 看它是不是有正確的那個 好 像這樣子 因為你如果有這樣剛剛好的話 它的這個 袋子才不會 擠在一起 或者是它會動來動去 這邊我們會運用這一個 FS60的 花樣52號 好 那我們這邊設定 52 好那大家看一下 這邊寬幅的地方 它原廠設定是6mm 那因為我們的袋子是7mm 所以 這邊就把它調到7mm的位置 好 那設定好我們就可以開始車縫 那一開始車縫一樣 我們就是先用手人把那個 斷帶先固定好 好 那固定好之後你就可以 輕輕拉著這個斷帶 然後就可以開始採 然後 車縫完就一樣回蒸 然後 前面的地方可以先把它剪掉 然後我們再切線 好那這個是車縫完的效果 大家可以發現說 它這邊它會由深藍到白色 到淺藍到深藍 好 那這個效果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線 線材本身就是有這樣的效果 好 就會有漸層的效果 好 那這邊最後再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車丸示範的一些效果 像剛剛講水冰帶的部分 水冰帶的話 就是如果希望它可以有這樣子 浮起來的這個效果 你可以車直線 好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固定的話 你就可以車S型的曲線 好還有像這一些 好那這個花樣就是大家可以用我們的 FS60去選擇你想要的花樣 那剛剛是有聽到 韋翔老師這麼精彩的一個介紹跟說明 那再一次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介紹的壓布角叫做 裝飾帶壓布角 那韋翔老師這邊有幫各位做一個統整 包含我們裝飾帶壓布角的操作 需要用什麼車針 什麼車線 什麼浮寬 那我請韋翔老師在這邊做一個總結 第一個是針對車針的部分 好那車針部分我們就是剛剛有說 就是選用我們的這兩個 1號跟14號的標準車針 好除非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 可能才需要更換到其他的類型的車針 好那再來是繡線部分 就是剛剛有講到的 就是你可以選用我們的NCC的那個繡線 或是我們的那個鄉村繡線 OK那這邊就是可以選用 一個就是鄉村繡線 然後再來就是NCC的量力多彩繡線 好那最後的部分就是說 電腦在設定的時候 你要依據你的那個花樣 還有你的那個 裝飾帶的寬幅去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你的裝飾帶它是7米 那你的寬幅 你的幅寬就要調7米 那你的裝飾帶如果是像這種窄邊的 你就要調3米 OK那最後就是這個調整設定的部分 這樣大家應該很清楚吧 好那接下來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去購買一個裝飾帶壓布角 然後自己在家裡嘗試玩玩看喔 好那最後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袋物 這個袋物是由我們的那個 才藝發展中心的菜神老師設計的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這上面的這些花樣 還有像這些裝飾帶 好就是使用我們的裝飾帶 壓腳去做出來的 好那後面這個地方我們看一下喔 下次我們還會教大家做一個那個 三孔裝飾縫的那個壓布角 那這邊上面有運用 好那這個課程我們預計大概在9月的時候會 推出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我們的 指引的那個門市去做詢問 其家指引門市喔不要跑錯囉 好那我們今天的課程介紹就到這邊為止 好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嗎 如果喜歡的話要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掰掰 掰掰